但是云端上也有了 我把它執行给各位看一下 執行全部OK了 那再来还要做什么呢 把这一栏删掉 所以这一栏删掉叫colons 有没有这个叫colons 栏 这B栏 后面加个点delete 这个意思就是说把这一栏删掉 删除B栏 所以这边删除B栏 删掉 然后最后的话加一个什么呢 colons就栏 物件 后面有个方法叫auto fit auto就自动 fit就自动调栏 其实就是自动调栏宽 OK 自动调栏宽一下 好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几段程式呢 总共会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段程式 OK 那如果未来你要一次全部 因为我们分了七个步骤完成 但是你如果希望一次就完成的话 以后呢 你就写一个sub 叫做大乐透下载 然后你分别用call call这个他就呼叫哪一个 呼叫执行这个 call这个 所以他就是全部串在一起了 所以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如果你把它全部执行 他就把七个步骤 全部一次就跑完了 也就是说呢 他先帮我把资料下载完 然后再分别删除日期列 然后再复日期等等等等 全部一起喝成 就OK了 不知道他怎么 资料量太大 还想他跑一下 我看一下 我有没有一到十而已啊 OK没有跑 我看一下 理论上他就会OK了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们有这些资料的话 当然你可以复习一下 前面的那个单元 我们有做过就是说 一到四十九号 他的几率多少 排名多少 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 一到大乐透的前七个号码 中养机率最高的 就是这几个 八号排第一名 十一号排第二名 二十八号排第三名 一十类推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了 OK 好